根據臨床研究發現 現在這些文明病 癌症 真的很多都是因為你的 所以根據其實我們的 癌症營養門診統計發現 如果你很喜歡 甚至還有你心情比較憂鬱 或是長期處於壓力大的人 你真的比較容易得到乳癌喔 那其實像我的門診 就有一個五十三歲的女性 她就說她真的就得到乳癌 然後做完了化療 電療 都切除完 那是因為後續要吃五年的 這個抗癌的藥物嘛 那所以其實你吃這個藥物 就比較容易變胖 所以她就來尋求營養門診 來幫她做飲食的調整 所以我就跟她聊聊 你平常都吃什麼 然後你的生活狀況怎麼樣 她就跟我說營養師 我現在五十三歲了 你知道嗎 我從小就上腹 那我媽媽其實是一個 她會覺得我需要就是 要取代爸爸來照顧她 每天我還有 每天九點半就要回到家 三餐你就要買我喜歡的食物 可是她媽媽就是很喜歡 高油炸 像什麼紅燒肉啦 雞排啦 那甜食的話 就喜歡來那種傳統的什麼 布丁 蛋糕 菠蘿麵包什麼 覺得很喜歡 所以長期這樣子 他們就變成一口菜都沒有吃 她就說營養師 我真的 真的一個禮拜都是沒有辦法排便 那我為了要逃離我的家庭 所以我選了一個非常高壓的工作 就是我去了金融業 想說可以比較晚回家 可以逃離我媽 這種情緒的壓力 可是那金融業壓力就更大 更高 真的是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那我就跟她說 親愛的 其實你得到這個乳癌 還是會有原因的 我邀請你真的好好回歸 你的飲食 運動 好好找自己的 就是找回自己的步調 那媽媽的部分我們可以笑 但是不一定每個都要順 找一些蔬菜 然後我們定期的紓壓 是可以慢慢幫它改變 因為我們其實也發現 你得到一邊有乳癌 真的幾年之後再復發另外一邊 是絕對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提醒說 真的好好愛你自己吧 好 來 接下來我看第三樣 長期疲倦難改善 當心健康已經亮紅燈了 瓜哥 我今天為了這一集節目 你有用心喔 你也太有用心了 你神弄死了 那今天這個也是我自己 然後就是因為我從小就有B型肝炎 那 但因為B型肝炎 其實小時候看不出來 沒有什麼症狀 也都沒有在管它 後來到了實習的時候 這一個月我就是亂外科 那時候的醫院人力都不太夠 所以我們外科實習生 值班也要值到12班 好 就是12個晚上不能回家這樣 那到最後幾天已經超到爆炸 我已經累到 我真的覺得說 我覺得我那一輩子沒有那麼累過 然後結果外科一結束的時候 我馬上下一個月就是到腸胃科 所以我到腸胃科的第一天早上 六點多 七點去查訪的時候 腸胃科主任一看我說 你是醫生還是病人 氣勢很那麼差 因為你看我穿那個醫師袍 站在那邊等他 然後他是他 他說你知道你的臉都黃膽了 對喔 氣勢不錯 黃膽 我真的沒注意 然後他說你先自己 自己去抽血 就是查完訪以後 你自己去抽血 查完訪以後他就叫護士 就自己開單 然後自己抽血 然後結果那個GOT GPT 那時候已經 三百多了 就是肝致數 有肝病所以機會累 對 然後所以後來他就跟我說 那不然 他就在幫我做了其他檢查以後 就說那 你就先住院好了 好險 因為我叫他又把病人了 對 他又把病人了 他又把病人了 每次都開到開到一半把病人 小位子耶 而且那是同一個 同一個病人 那我想這集講完以後 我會 大家會不會在電視機前面覺得 我好像很不專業 容易自己生病 好驚訝 但是我真的後來就住院 實習到一半我就住院 然後 那個肝炎 急性肝炎的發作 他會慢慢的 雖然他那時候驗三四百 並不是住院他就會掉下來 他會有一個過程 他就是在住院的當中追蹤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病發生 所以我一直到最高的時候 然後再慢慢慢慢掉下來 對 但是也不會等到你完全健康 他就會讓你出院 因為你腸胃科的那個 實習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要再去下一科 你要住就在住 下一科的主任沒有要給你住院 你就 我們就要再去下一科 但這個就是 也是長期疲倦導致 B型肝炎的一個代源的一個 快速的一個急性發作 對 我剛剛講的 肝病人最忌諱的就是累 你累就完蛋 對 其實關於這個長期疲憊 我自己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我 所以我處於在一個高壓 長期疲憊的狀態 妳太厲害了 我最全盛時期是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睡著的 而且我常常擠奶擠到一半 我是被奶噴醒 然後醒來的 就是我邊擠奶邊睡著了 當小朋友不開始喝母奶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好像可以 多一點時間休息 但沒有 因為我會開始不斷的生病 會影響到很多 第一個就是工作 第二個就是小朋友照顧我就要分開 然後有一次我跟老公講說 我說老公 我覺得我這一次 生病的時間有點久 我看醫生 醫生叫我要休息 妳可不可以讓我好好的睡 一天就好了 我那天睡了12個小時 將近13個小時 睡了非常久 這已經算天大的禮物了 結果我起來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就跑去問醫生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妳要不要好好的休息 然後試著就是去做一些食補吧 大家想到食補 那就可能去中藥航店 抓一些藥材什麼的 我就真的抱持著 我一個疲憊的身區 我就進去了 就自己去抓藥 因為我抓了所有的藥材 她就說 這個三杯水熬成一杯水 妳記得如果加入排骨 或雞湯的時候 要熬至大概12個小時 這樣燉妳的藥材出來 好複雜 我就已經睡了12個小時 都不會好了 妳現在又要叫我熬12個小時 我到底有多少命可以跟你熬 回家之後 我真的就把那三碗 就直接泡水 煮水就喝了 我也沒有熬湯 可是我就覺得不行 好像真的 還是需要喝一些營養的東西 我就上網去找 結果讓我發現了這一家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算是台灣老字號的品牌 它已經有80年了 然後為什麼我會接觸到 他們家的東西 是因為我爬文 我之後發現到 他們家的東西 除了就是老字號的品牌之外 它的熬的功法 是用中醫的方式 所以它用這樣熬的方式 其實是可以保存裡面 所有的食材 最珍貴的地方 然後它裡面的成分 就是除了 大家可以喝喝看 還有豬男排 所以你喝下去的時候 會感覺到 黏黏的 對 它除了它的 雞湯的味道很順之外 它加了豬男排 裡面就多了 所以我自己喝的時候 我發現到 精神真的會變好 因為 我早上起床 其實我就這樣子一包 例如說我把它隔水加熱 然後或者是直接加熱之後 倒在保溫杯裡面 我就是一包直接喝 那因為它的成分非常的純 所以裡面也不會加任何的味素 然後也是 是零脂肪 零膽固醇的 它的卡路里 就是比我們去喝那油膩膩的 來得非常健康很多 然後除此之外 大家就覺得說 那我這樣子用這樣隔水加熱的 我裡面會不會有塑化劑的產生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我上網去看過 他們家的所有包裝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喝 我要給小朋友喝 對 所以它隔水加熱的這個包裝 是跟日本知名的 做袋子的廠商合作 然後它裡面是用 四層的不透光的包裝 所以它在加熱同時間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塑化劑出來 喝的時候很安心 那重點是 我就完全不用熬到十二個小時 它已經幫你熬好了 就是全世界的媽咪 懶媽咪的救星 懶媽救星 營養素很高 我們會覺得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所以我們帶著一包 有時候像夏天 我就給它放在外面 然後或者是加熱之後 我就帶著 帶著它就打開就喝了 可是我給很多 我們家小朋友 喝過其他很多種牌子 都是因為裡面的 那個味道太重 其實要讓全家大小 都接觸到的雞精 其實不太容易 真的 它真的會回甘 分享一個 因為我自己有在喝這個 有一個非常棒 又方便的方法 就是我會把它加在稀飯裡面 它就變成雞湯粥了 對 超好多 對 因為我有的時候 餵白菜 白菜就越餵越甜 我就是用這個當湯頭 然後熬進去的時候 小朋友就直接可以 用那個湯汁來拌飯 不然我們一般炒菜 或幹嘛的湯頭 都還是有加味精的 對 不錯 它很多用 現在人真的壓力很大 如果你在家上的 飲食不均吃錯 那其實是更可怕的 那剛剛小可在說的 這一種熬製的雞精 其實我會認為 它是一個滿好的 一個食補的方法 那像熬製的雞精 它可以把雞裡面的 深層的營養都熬出來 不管是大大小小 像是蛋白質 胺基酸 這些都可以快速增強 我們的一個體力 另外如果你是平常有在運動 或是壓力很大的 這種現代人 我們他常說你需要補體力 其實不是靠你一直睡 就可以把元氣補回來了 營養補充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像這樣熬製的雞精裡面 它裡面有個成分非常的特別 叫做我們叫它BCAA 這個是不能夠 我們人體不能夠自行合成 必須一定要靠飲食來補充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 如果你是壓力很大的朋友 或是你在運動前中後 適度的補充一些 脂戀胺基酸 反而可以幫助我們的運動表現 是更好的 那你肌肉可能也會比較 回復的會比較好 那也可以達到就是說 你的體力快速的回復 所以我建議大家 食補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尤其你今天探討的問題 都跟壓力有關係 對 我沒有病 對 那在防疫期間 其實你看 不是這家店島 那家店在裁員 其實大家生活壓力很大 但是反過想想 是不是有這個時間 可以好好好調養你的身體 對 好好修養一下 因為疫情不會永遠的 休息這段時間 你往好的地方想 把身體調好 希望疫情結束 大家可以努力在追求生活上面 也同時能夠長保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